记者吴正峰台北报导 日前一名男子酒驾被拦 敬意想天开示徒刑会员警 对此台湾司法人权进步协会理事 市邻地检署驻联政署检察官翁伟伦 26日表示 华人世界常有有钱能使鬼推磨的观念 对澄清励志绝非好事 呼吁民众因摒弃红包文化 除了消除特权 还可免于惹祸上身 翁伟伦指出 民众送红包给公务员 要其多出典力 不管出力点是合法的职务行为 或是违背职务的行为 均是构成行贿公务员的行为 一贪污是罪条例规定 行求其约或交付贿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 除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币三百万元以下罚金 如是不违背职务行为 行求其约或交付贿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 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知义或科或病科新台币 五十万元以下罚金 翁伟伦解释 所谓不违背职务之行为 是指公务员在职务范围内应该做或可以做的行为 如 承办建物使用执照审核的公务员 本来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来审查 但建商为了加速使照的审核流程 包了五十万元红包给承办的公务员 将使照在一个星期内就审查完成 这样建商就可以赶快向客户收到款项 建设公司的资金压力可能就大大减低 这个公务员的行为就是不违背职务之行为 翁伟伦强调给予公务员好处 要求公务员做合法或不合法的事 这个好处是要焊醒公务员为一定行为 兼 需要对价关系才会成行贿罪或收贿罪 否则只属于公务人员连政伦理的行政责任范围 翁伟伦表示 红包文化是华人长久以来的传统习俗 千年来的习惯及意识形态深植人心 但公平正义的社会应是要让传统的红包文化 与以往的行贿潮流彻底分离 让红包重新回归到礼尚往来的正常人际关系的性质 才澄清励志 避免衍生处法纠纷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